最近三星弄着漆,接二连三的爆炸,让消费者都很注意自己手机的使用情况。 台中一名卫先生,这个月10号,从网络上购买了两只的苹果SE手机。 几乎使用不到七天的时间,其中一只疑似因为手机电池过热膨胀,导致荧幕隆起。 手机萤幕整个隆起,从中间的缝隙,还隐约看得出光线露出,台中的卫先生,从网络上购买了两只苹果机种SE,没有想到竟然也出现一次电池过热故障的问题。 每到七天,手机就是要查试所谷障,然后通常的时候,就是觉得很奇怪的就是,台中文字的SEO。 卫先生日前,花了三万五千多块,在网络购买两只手机,不过没有想到其中一只,才刚买回家没多久,萤幕整个翘起来,手机突然变成这样, 再加上最近No7不断传出电池膨胀爆炸的事件,让他不敢大意,就怕手机成了不定时炸弹。 应该是电池品质不良了,只是他没有办法蓄电,没有办法撑很久,就充饱了,只能撑了两三个小时,或几十分钟。 手机业者检测,是电池的膨胀引起萤幕扭曲,业者说手机电池是消耗品,而且有一定的使用寿命,电池如果膨胀,没有碰触到金属品,就不会冒烟自然。 不过如果发现电池不能充电,或是电池的消耗异常快速,就是电池的寿命到了,建议消费者要回到原厂更换,确保安全。